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白董 我是张欣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谈吉他 我们今天要谈谈心情 那因为我们上次这个乐器哪里埋 第四站我们到这个诺亚乐器 然后呢 张欣就手滑了一把吉他 哎呀 不是你害的 自己进去就说 我哇我要弹那个 我害的 这把吉他呢 它算是一把旅行的吉他啦 但它跟我们一般的民谣吉他 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 对 当然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牌 它其實本來外型就比較特別了啦 還蠻特殊的 對 加上它的這個功能又跟一般的MIA 而且它稍微有點不一樣 為大家帶來掌心的新吉他 這就在這邊 登登 阿NuNu的鳥吉他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LOGO 這個就是彩虹人這個鳥吉他 那這是它的吉他袋 其實我覺得這個吉他袋還不錯嘛 還不錯 我覺得算是蠻挺的 但是啊這個袋子對我來講有一個小缺點 我覺得它的這個前面啊很可惜 它的前面這邊能收納的東西的地方真的是比較小 沒差我不會在前面放東西 我只是覺得它比較可惜 我覺得可以再裝多一點東西會更好 像那個外面在家的那種 對對對 那其實這個袋子也算是蠻厚的喔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厚度也算是蠻厚的 而且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還有一個頭枕 我覺得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今天 張欣的新老婆 這把就是 安妮女的 NN14跨界尼容 那這個鳥吉他其實之前在我們頻道啊 蠻多朋友一直有在詢問我們說能不能 有機會去開安妮女的那個鳥吉他嗎 只是剛好之前都沒有人買 剛好這一次 都買了 還不是你愛的 又是我愛的 安妮你有沒有跟老婆吵架 沒有 喔我真好 不用像我還要寫的 寫藝術 沒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才 差一萬 那個春雨 好啦那 其實安妮女的吉他的外型啊 這把是36吋的旅行吉他 外型有比較小一點 但是安妮女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缺角的部分 跟一般做的就比較不一樣了 然後它琴腫的地方 也是非常的有獨特性 我覺得最強的就是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這個響孔呢 是往上偏移的 他們的安妮女的原廠是說呢 它把這個響孔的位置往上開以後 它裡面的這個麗木啊 的排列可以讓聲音更好 就會跟我們原本的不一樣 當然 這樣的做法也會讓它的外型更獨特 在琴頭的上方呢 能夠看到這個彩虹人的標誌 然後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它的規格 這把吉他呢 使用的是紅鬆的單板 側背板是桃花心目的鴨盒板 所以呢 這把是一把 麵單板的吉他 它的上旋枕跟下旋枕 是採用水牛骨的材質 指板跟琴橋呢 這是玫瑰木的材質 大家看 它的琴頭 你應該就會覺得這是一把古典的吉他嗎 其實這一把不是 這一把是所謂的 跨界尼容 這一把吉他呢 跟一般的古典 還有民謠吉他 其實是有點不一樣的 像我們一般這個 古典吉他指板的寬度大概是 52mm 然後如果是一般民謠 就大概是 43到45中間嘛 這一把呢 則是在 48mm 所以說它的指板的寬度 介於 古典吉他跟 民謠吉他的中間 那一般像 古典吉他的格數 大概是在 12格左右 會在這個 接近身體的地方 跨界尼容呢 就會跟民謠吉他 比較相似 就是它會在 第14格的地方 然後才連接到 吉他的這個 body這邊 所以說它會比 古典吉他多兩個 像一般我們正常的 古典吉他呢 它是沒有 trust roll可以調整的 而跨界尼容呢 它是有trust roll 可以調整的 好 就在這個 琴頭蓋子這一邊 再來就是這個 指板的彎曲度 如果是古典吉他呢 它會比較平 那如果是民謠呢 它會有一點點 鋪起來的這個曲度 所以跨界尼容呢 它就介於 民謠吉他 跟古典吉他的中間 那麼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聽聽看 張新新老婆的聲音吧 那大家剛剛聽完呢 覺得如何呢 像這個就跟我們一般的 民謠吉他或古典吉他 聽起來會有點不一樣嗎 對啊 通常跨界尼容是給 彈民謠吉他 想要不一樣的音色 就可以做這個選擇 因為像古典吉他 真的是太寬了 我們民謠吉他很多 要像這樣扣的 古典吉他實在是 彈不太出來 跨界尼容也有出 給古典吉他 想要換流行一點的聲音的 是12格 也是比這個再寬一點 這個是48嗎 也會比那個再寬一點 對 就更接近古典吉他 可是他的聲音 就會比較流行一些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是跨界尼容 如果你想要古典的音色 又覺得古典字版的寬度太寬的話 這種吉他也是一個選擇嗎 他說是我嗨他 其實不是喔 其實真的是他一進到店裡 他就跟諾亞玉謝老闆 就說他要拿下來彈了喔 他不然是你害的 我只是祝你一把而已啊 我那天跟他講 你買我就請你吃飯 然後他就買了 OK啦 反正你也笑想很久了 賺到一餐值得了啦 好啦 那這個就是 阿妞妞的跨界尼容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 加上分享 我們的頻道呢 還有很多這種吉他跟音樂相關的影片 我是白董 我是張欣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 按止賽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見 возможность desafvida